今天這麼多位朋友在這裡 我不知道怎麼分工 我應該講哪一部份 但是誠信首先要講一點點 誠信這個問題 是梁振英幾年前 被當初認同共產黨信 中華那些人來香港分餅仔的了 現在是說好數的了 誠信的問題 因為現在是最沈默的 我一定要再講一講 首先我將梁振英說的東西 由頭到尾講一次給你聽 大家覺得是怎麼樣的 在去年當很多高官出現潛見問題 行政長官就叫行政會議成員 和所有高官都看見他的潛見 很明顯梁振英就沒有這樣做了 是不是 要不然就每個大宅就發現了有十一度潛見 他其實是有十一度潛見 好了 我們就把時間拎回公元二千年 他買這間房子 梁振英說什麼 梁振英就說 第一 這件事真是奇怪了 梁振英這間房子的買賣 賣的代表經紀 你知不知道是誰 是大德良行 一間這麼貴的房子的買賣 因為呢 那個代理的agent 是一定看過你的圖織的 一會兒你整間房子是潛見 那時候怎麼辦呢 代理經紀是大德良行 是他自己的經紀行 買入的經紀是誰 是大德良行 因為沒有其他人敢做的 你知道嗎 買賣的經紀都是他自己來的 然後呢 就根據他講 根據他講 喂 如果你叫我這個條件 我不肯加內 如果你不肯簽這個條件呢 我就寧願不賣了 喂 去到這裏 任何一個有少少理智的人 鄉下石 是不是都一定覺得 這間房子一定有潛見 你猜那個業主屎不幸呢 是不是無主要加這條東西下去 寧願不賣才會加這條東西 即是譬如你老婆跟你結婚簽 定了去紙 將來呢 你大陸沒有呢 不准追究我 你不會懷疑你老婆 你給綠帽你戴的嗎 我梁振英是一個 真真冷漫的人 真是 好了 為什麼整間房子是潛見回來的 因為說沒有圖子 其實是有的 好了 進去之後 就算你買了 因為這麼嚴重的東西 你都找個人來看看 究竟有多少部份是潛見的 是不是 不是 找個朋友來吃一頓飯 不斷看一看 說他沒有潛見 他就當沒有潛見 沒有潛見 他當一間房子沒有潛見 那他為什麼突然之 在去年十月就發現了 發現了有潛見呢 他在家裡 有一座門爛了 他發現後面有一間密室 那間密室是350呎的 那這就神奇了 你本來那間房子裡裝修 是不是一定都敲了所有牆 那間房子 你這間房子裡面有個物室 你不知道的 我真的沒見過 你這間房子裡好像北京造工那麼大 其實紙禁城那麼大 可能有那間物室是你不知道的 你這間物室收了屍 怎麼辦 怎麼辦 你有沒有這麼離奇的事 整件事是非常清楚的 他其實以前是我的鄰居 在赤字東達灣路 這個人就潛見成癖 他就向山挖了兩個地方 他現在的房子只有五千呎 就潛見了四千呎出來 向山挖了一個花園出來 是工地來的 然後在地爐再向山坡挖二千呎出來 自己做一個噴漿營故山坡工程 這個很危險 這些是刑事來的 你挖山坡 你在山坡種花 就好像那些阿伯 在政府的山上種菜一樣 這些是屢次境界 大家不要這樣做 然後他告訴大家 他不知道整件事是 兩個地方是出場地展見 然後去年十月 他起牆牆封住他 為甚麼要起牆牆封住他呢 因為他快要把唐英年拘捕 他就是要先搞一搞 但是你知不知道有多嚴重 他說為甚麼 因為我外面那些 前見我有申請入職 裡面我不申請 因為外面人看到的 直升機拍到的 騙不到人的 就入職 裡面那些看不到的 他說我請你去我家 你都不會逐處 你手下有沒有前見 是不是 好了 自己起封牆封 封了那個前見的地方 但是大鑊在 他不是起封牆不可以的 你知不知為甚麼 如果他叫認可人士 叫屋宇處來看 就大鑊了 因為他掘了那個洞 是在路下面的 是隨時會倒閉的 那些建築工程師就說 如果不拆了那間屋 都很難還原的 這個實在太大鑊了 好 他說到這裏 大家要知道 就是梁振英最大的問題 就是他當大家是白癡的 他說的那些謊 是完全沒有人會相信的 就是三歲小哥都不相信的 他是不是真心相信呢 這個就是第二個問題 好 這件事我留給其他人說 就是他講謊 還有一個這樣不停的說謊的人 是不能夠做特首的 這個非常清楚 因為你無論做特首做甚麼都好 你都要靠人民信你才行的 如果你每次 舉個例子 如果你嫁個老公 老公就出去 那三三四 然後他回來不停的說謊 你是覺得防不勝防 結果他做甚麼 就算他真的下街上賣了報紙 你都還不去滾 就是當那些人 一個人 失去信任的時候 大家就不能夠共存下去 尤其是一個特首 尼克遜也因為誒謊 克林頓差點被人彈黑 成功都是因為誒謊 這些等一下讓你們繼續跑來 第二 喂 別的人說 喂 梁振英不做特首誰做 這句說話我聽過很多次 就是董建華不做特首誰做 不是曾有權做 梁振英不做 就是林鄭月娥做 就是好一點 張俊華做 怎麼都比梁振英做 北方有個言語 他說 死了 張豬和湯豬那個 會不會就是要吃 以後要吃有毛豬呢 這個就是有第二個出來湯豬 對不對 這個呢 這個結束都不是問題 梁振英的政策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看看 那種荒謬法 這個人呢 執政那種荒謬法 我只要舉一個例子 我跟阿幻冰說 上來立法會 你不質問他的問題 不准買價 用有限公司買樓 這件事為了什麼 為了防備外人在香港買樓 但是用有限公司操作 是現代經濟發明了四百年的東西 是由荷蘭人發明的 這種操作方法 香港一千萬以上的樓 九成是用有限公司操作 你現在突然之間 不准有限公司操作 是那種困難 裡面牽涉到的麻煩 有限的多到 譬如說 我買一條樓 我不想有無限制的 liability 或者我要中些樓 我先用有限公司 或者我把股份分給子女 是幾百樣東西的 用有限公司操作 不是這個簡單 為了防止非香港人買樓 就可以一刀切 所以所有人用有限公司買樓 就要抽百分之十五的稅 第二 我問你 如果不准外人買樓 准不准外人買樓 准不准不是香港人買樓 同一個原則 不准外人買樓 是不是不准有限公司買樓 以後政府的樓 李嘉誠是否用自己的名字去投 和編上是完全不通的 我問你政府 我叫曼君問你政府 現在我有一間有限公司 買一托平 建一層建一屋 建一屋 可以不可以 要不要抽稅 答我 可以不可以 如果可以 那就是外人買樓 這個奇怪 全世界都是先限制外人買地 不准外人買樓 這個 這個地是一個更重要的東西 如果可以 我問你 軍州炒樓團 一千個人合賣 去政府投一塊地 買一千個單位 分了它可以不可以 這樣 又可以 是這麼荒謬 好了 短期買賣印花稅 我問你 一個身室一個人 辛辛苦苦 存足四成錢 買了一間三百萬的樓 然後怎樣 然後呢 很不幸的 他媽媽生cancer 他准不准買一層樓去 買一層樓去 買一層樓抽百分之二十的稅 是充公的資產 人生是充滿無償的 我現在沒有錢賺賣了 你幹嘛要罰我 我才知道 是不是 又或者不是 被你堆買了樓市 真的跌百分之二十 我受不了了 又失業了 要打把 打把又罰百分之二十 是不是這麼有趣 你告訴我 任何全世界都是 包括大陸 升值 你可以抽個稅 有什麼理由虧了本 你都要跟我抽個稅 你告訴我 就是這樣 好了 還有他呢 我還說這個 就是表面呢 就很合理 叫各區的人 容忍 別人在這裏建公屋 或者自己居屋 當那個區 是源源成熟那一刻 你能夠建公屋的地方有多少呢 就是譬如說 在銅鑼灣 在灣仔 在旺角 是不是可以拆了花墟來建公屋呢 這個東西通不通啊 這個東西 因為你建的單位是很少的 但是你對於整個環境的破壞呢 附近因為已經建了樓 就是很大的 全區的樓價是下跌的 建公屋居屋呢 是在新區規劃的時候 就已經規劃了有多少公屋居屋 如果不是呢 我只要建一間大些的 給別人去沙田住 是不是合理很多 為什麼一定要住在灣仔 要害到整個灣仔的樓下跌 如果是這樣呢 梁振英 講得這麼大方呢 我就建議 他在山頂背路那間屋呢 左邊就建公屋 右邊就建骨灰鎮 他這樣做呢 我就永遠都不會反對他做的事情了 我覺得我們要去看 如果你有很多錢 他會在山頂背後 我想要去看 他會把功能放在山頂背後 有很多錢 我會想到 你拿來 你拿去 他會想到 你拿來 你拿來 我把我的手 你拿去 谢谢观看